如果你是34岁到40岁的女生 想要变年轻 那就要抓紧了 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第一个衰老加速期 这个时期衰老的速度有多快 你可能有感觉到 过去熬夜第二天脸最多出点油 这个年纪熬夜七色要一周才能恢复回来 所以这个期间的抗老 已经不能仅仅是脸上的抗老了 需要的是身体内外多个通路的抗老方法 我帮你总结了三个办法 第一 不需要花钱的方法 轻转时 很多明星都在用这个抗老方法 控制一天整体的吃饭时间 避免长时间不停的进食 它的目的是为了触发人体的细胞刺激 提高线粒体的工作效率 修复细胞 刺激分化 这是全球数万个论文验证的 有效的办法 第二 在选择有效成分的护肤品的基础上 增加营养物充剂 因为衰老的本质是身体细胞的老化营养的流失 脸的变化只是衰老的部分反馈 我们可以适当从一些补给产品中 更好的获取维生素 NAD加等等 这些营养元素能更好的激活AMPK 塞出NSON等身体技能层面的抗帅通路 让身体更年轻 第三 一枚永远是抗老路上最容易看到效果的方法 这个阶段水光可以选择一些 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的产品了 也可以做一些射品类的抗帅项目 很多人的疑问是 这个年龄要不要做一些 更深度的一枚提拉项目呢 比如热马肌 超声泡等等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这个阶段的皮肤 并没有出现明显下垂法令纹的情况 是可以不用做的 因为这些是属于明显有效 但是能做的次数有限的项目 没有大问题 可以不用着急做 因为在40岁以后 你将要经历骨骼层面的衰老期 这个时候 更需要这些深度项目 所以下期视频 我们要聊聊 40岁以后女生的抗老方法